这场下了快两天的连绵大雨 恐怕也将进一步推高蔬菜价格 菜农总会发文告表示 马六甲 柔佛和森美兰都传出严重大水灾 导致许多农场 菜园及机械都被洪水摧毁 菜农预计损失惨重 菜农总会林施维主席表示 由于水灾一夜间暴涨 时到许多农场和菜园被洪水摧毁 临安置在河岸的水泵也被冲走 机械被淹没在水中 湍急的洪水将耕地的蔬瓜果类农作物毁坏 除了菜园被淹没 桥梁被冲断 道路淹水 也影响菜车进入菜园 使菜批发市场出现供给混乱 另外许多农药和肥料未及收拾 也让菜农面对惨重的损失 估计整个南马有大约1000公顷农地被摧残 但南菜农的损失就超过上千万令吉 临时委预请政府制定国家蔬菜津贴政策 各州政府也应该有计划的 拨出水灾援助金等农耕津贴 菜农总会总历书菜医孟泽呼吁 菜农和消费者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这一波雨季无法预测 连绵雨同样会给高地蔬菜造成影响 脱慢蔬菜成长 造成产量减少 他估计未来一个月内蔬菜产量低 无法马上恢复正常 菜价恐怕还会再涨